哪裡有靈可以按 沒有人 然後很濃很濃的一股尿味 非常濃 哈囉 我是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凱莉 今天的影片要帶你們陪我去做一件非常狂的事情 我要去被稱為全日本治安最差的大阪西城區 因為在那裡有一間在網路上非常有名 住一個晚上 林園的旅館 我要去看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然後在那裡住一個晚上 西城區它叫做西成城區 它是非常靠近大阪天王寺的一個地區 裡面還有在細分 那這次的目標旅館呢 它是在愛嶺地區 據說環境就是非常差 街上很髒很臭 在愛嶺地區有一條非常有名的街 叫做土屋街 土屋就是宿的顛倒 特別是給當地專門做一日零食工的人的檢疫住所 這條土屋街的行程呢 主要是因為二戰結束後 日本進到一個高度的發展時期 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勞動力 所以很多來自各地的零食工呢 就開始聚集在這一區 土屋街旅館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它 非常便宜 可能一個晚上一千塊八百塊 就是那種幾百塊 都有你無法相信的便宜價格 那本來市場上的東西就是 有便宜有貴嘛 提供不同的需求 但是零元真的太誇張了 那當然我也知道有些商人會 就是薄利多銷 但是零元你要怎麼賺 就是不可能啊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我決定我要實際去當地 用我的雙眼來見證 是不是真的有這一間旅館存在 大家也知道我是住在京都嘛 真的離大阪非常近 我自從知道這地方之後 就一直一直很感興趣 很想要去看看 但是因為夏天的話 就是環境不好的部分 可能又會更糟 譬如說你又濕又熱 那可能蟲會比較多啊 味道會比較重啊等等的 所以我是等到冬天才 決定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說 旅館的暖氣設備 熱水是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我打算就是穿著一件 厚厚的羽絨衣 那我可能也就不洗澡了 可能就是直接這樣子 把自己包緊緊的 躺在那個塔塔米上睡覺 也不時一點不卸妝不化妝了 就...對 然後我想大家對日本的印象 應該是比較乾淨 整潔 治安非常好 但是其實不管什麼地方都一樣 你有白天就有黑夜 有陽光就有影子嘛 所以也想趁這個機會 用這個影片帶你們去看一下 平常可能沒什麼機會看到的 日本的另外一面 那當然我不可能一個女生 就這樣子 拿著相機去那邊拍Flow嘛 我找了一個人陪我去執行這個任務 他就是...我哥 OK 那如果你們也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出發吧 我看到通天閣 在那邊 我們剛去就是7-9買飲料 然後就... 問那裡的店員說 這一區那個西城區是... 真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地方 有時候管路上查的資訊 可能是一個陷入為主嘛 想要知道一下當地人怎麼講 然後... 然後我們就中文去問他 他說晚上要注意安全 我們問他說會有什麼東西 他就有說到 有一個讓我聽到有點怕 他說Yakuza Yakuza就是... 黑道 黑道應該不會... 不會想理我們啦 現在也不早了 我們還是趕快走好了 真的會有點怕 他是先說流浪汗 然後後來就說 然後也會有... 黑道 然後叫我們說晚上了 這邊就不要出去走 就盡量帶旅館 那我們旅館也不是非常安全的旅館 我們旅館就在那個正中心啦 對 那個西城區的正中心 對 大家都在跟我們走反方向 我們做錯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應該這麼晚去 嗯 畢竟應該早點去 白天天亮的時候 可以去調查看啊 對啊 好我們終於抵達新京東站了 然後現在開始我們就是要 徒步走到我們的旅館 你有聞到味道嗎? 有 我感覺我已經進到這一區了 這是什麼 是汗味還是尿味 剛剛那一間 全家真的很臭 就前面那個人啊 哦 是人的味道嗎 你有看到一個流浪汗 有 我有看到一個流浪汗 站在前面 可是我們現在要去住的地方 是免費的 就是其實有很多 像他這樣的流浪汗 也會住那邊 有可能 我之前有個車友 有睡過類似的 我們這方向睡嗎 因為其實日本的流浪汗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台灣一樣 他們是有那個 政府救濟補助的 之前電視上有節目在介紹 他們直接去街訪那些流浪汗 他們也有去做一些政府提供的工作 譬如說可能公園掃地啊 那一天其實好像也可以賺到7000塊 還蠻不錯的 17000 對啊 還是4000啊 17000就是一個還蠻正常的工作啊 那可能是4000 現在又經過另外一間全家 然後他直接門口就站了一位警察 對啊 真的是不太一樣 真的是不太一樣 氣氛 氣氛 現在有沒有住宿要進1500 等一下可能就有1500 然後就不用簽了 這邊有一間一個晚上只要1500塊 1500也不貴 路上還是有一些觀光客 然後這邊還有寫不要在這邊小便 請不要在這邊小便 還被別人噴氣 看起來有點不太舒服 畫的是一個香色的鳥居 鳥居 會有鳥居就是因為 讓你覺得好像在有神的地方上廁所不太好 可是這邊就直接給你噴氣 他完全不在乎 完全不尊敬 對 角落也是一個 那還好 有沒有 時尚的旅館啊 哦 欸對 剛剛這間1500旅館啊 隔壁就有一間 欸 海上好像還蠻 現代時尚的 旅館 很漂亮的應該 所以其實也不見得說這一區 就是全部都是那一些 我知道了 真的很多人都在虛弱耶 對啊 剛剛有兩個警察經過你們有看到嗎 而且他們有配槍 我有看到他們有配槍 真的假的 我沒有注意到 我沒有注意到 天啊 這邊開始就是 真的氛圍不太一樣 有點老舊的公寓耶 而且是綠色的 冷凍綠色的 酒店其實平常 我不覺得是個晚的時間 但是現在我在這邊 我覺得酒店好晚了 好像 趕快就是 把自己安頓好的那種心情 這邊又更便宜了你看 這是有冷氣的話 13001500 這邊可能就是沒冷氣沒暖氣吧 950 是這樣子的入口 後面有一群年輕人 我突然安心了 我好像 他們進那個地鐵了 我好像來過這裡 是喔 我那時候還 因為你看前面這邊有一個鐵道 好臭喔 前面有這鐵道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從鐵道下面往上看 我想怎麼會有個地方 跟鐵路這麼近喔 因為我才下面就直接看到上面的鐵軌和木頭 發現了 我上網就說他們這邊會有很便宜的 自動販賣機 看真的超便宜 50塊錢買一個罐咖啡 或者是90塊就可以買一般 可能要150塊的茶 幫我買一杯可可芽 冰的 真的嗎 好啊 買兩杯好了 這麼便宜 好啊 我們的晚餐嗎 希望不是最後的晚餐 喂 不要亂講 我要冰的 啊 沒關係 再買冰 這不就冰的嗎 你買的是 這兩罐可可芽 只有一百塊日幣 其實我覺得這樣好像也是一種 就是 企業的一種社會福利嗎 因為像這種 你在商業區啊 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價格 好燙喔 給我給我放口袋 口袋沒有開 欸他在講話 我們趕快去酒店吧 好 1.52公尺 你會撞到頭嗎 欸你看 這邊啊 他的那個公寓就有在募集入居等 他這邊有特別寫一個就是 你如果有生活保護申請的話 你的入居初期費用是免費的 他這邊真的很多酒店 就是每兩部就是一間酒店 但是 都不像我們看到的那些 旅客會住的 都是蠻姐弟的 就可能是他們 所說的那一種給 一日老公他們的 的住宿吧 真的是旅館街 喔這邊又一間像日葵旅館 幾乎每一道都是旅館欸 可是你們看這個全裝啊 我覺得 他看起來其實還蠻漂亮的有沒有 還蠻像就是溫泉旅館 他連裝飾都我覺得蠻乾淨的 但是都不知道他們前台在哪裡 又是一間旅館 可是這裡可能不一樣 你看他價位長回來了 好貴的 喔 右轉 我們快到了 右轉那邊喔 然後我覺得就是這一條街還 蠻充滿藝術的 你看這邊的鐵門上啊 還有對面都是一些茶花 上面還有 還有瑪莉聯盟路 其實蠻漂亮的 就都不是那種惡作劇的 是那種真的藝術家畫的 要畫這不簡單欸 對啊其實很漂亮欸 你好 他剛剛對我說耶 我問他一下 然後剛剛我不是說就是西城區就是在天王寺的旁邊嗎很繁華嗎 你看透過這兩個房子啊 馬上就是高樓大廈有沒有 所以距離真的非常非常近 西城喵喵喵 然後這裡除了HOTEL很多之外啊 也很多投幣式的洗衣機店 這邊就是 也有醫院 這裡有個非常大的地標是 大阪府西城警察署 然後前面又有一間小綠社 欸他這邊說HOTEL啊 可是你看他二樓是掛很多衣服的 就不像是旅客可能真的像他們說 就是住在這一區的人 所以會曬很多衣服 這HOTEL完全沒有前台 就是他已經前面都關了 現在要去check in可能也不行 我怕我們等一下也不能check in欸 這裡有個免費的生活保護諮詢的 這個小小的窗口 HOTEL前面啊 跟這個垃圾收集場都有顯一個鏡子放火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我們今晚的目標 就是這一間HOTEL 月後屋 欸他真的就是寫0元欸 而且你們看這個0元啊 他很明顯前面原本是有寫數字 然後不知道是被撕掉還是怎樣 然後這個電話號碼 是我打的完全就是空號 他上面有寫 全市都有彩色電視 還有冰箱 還有冷暖房 還有豪華浴場 什麼 我覺得5K、ZK沒有人 他們的前台是黑的 可能要按0吧 試試看吧 進去吧 好臭 哪裡有0個牙 沒有人 然後很濃很濃的一股尿味 非常濃 不好意思 我有點受不了這邊的味道 我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要去我要去 我剛剛以為是 就是這邊的管理員回來 結果只是一個 我機上經過 然後我不解的是為什麼 紅條外面沒有尿味 是一進來之後才有很濃的尿味在 整條走廊上 這是浴室 喔 因為是管理室啊 沒有 我看一下是找怎麼樣 喔 廁所啦 我們有時候就是浴室 這邊是浴室 這邊是浴室 這邊是廁所 怎麼樣感覺 其實不算長 蛤 其實不算特別長 沒有人可以用的感覺 可是很臭喔 裡面 對啊前台沒有人 可能有什麼量 我們去外面看一下上面臭 或是涼的還是涼的 好 然後外面反而空氣是好的欸 就都尿在裡面吧 因為我的概念是 外面就這樣可能沒人管 裡面的話 他們有一個 就是前台 可能會有人 其實有人在管理 應該是裡面 還OK 然後雖然這間Hotel 它前台沒人 可是 它是有營業的 因為我看它 二三樓全部都有住人 燈是亮的 喔沒事我還在上廁所 我聽到水聲 喔 剛剛經過我們後面的阿伯 他現在就在後面上廁所 我就聽到一個水聲 剛剛尿尿的人 是走進這一間旅館 可是裡面一定是有廁所的 不知道他為什麼要 就是這麼特地出來 隨地尿尿再回去 可能廁所壞了 看起來是沒有在管理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是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是 是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一天有了 你電話的時候,你再不再出 時間太遲了 可以泊在哪裡? 一応要泊 entre 你找我去找我 大概幾時前 大概幾時前 明日天天 時間10時 電話嗎? 謝謝 謝謝 啊,家 啊,家 所以要住宅 如果要住宅 就要在那边 家人都在每月的房子 对 通常住宅 啊,那是 以前是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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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住宅 啊,那是 啊,那是 很狭的房子 那在那边住宅 有多少月的房子? 3万 4万 很高 你最高的房子 好 謝謝 然後我們走到巷口 這邊有一間算是滿有規模的 月租公寓 這裡的話每個月房租都寫在上面 然後都有住民就是 生活保護者優待 但每個月也不便宜耶,你要四萬五萬塊錢 我覺得四五萬塊 也完全就是其實在 日本滿多地方是可以住到 可能環境 環境沒那麼複雜 然後更舒服的地方 好,所以我們真的算是順利找到 就是這間傳說中 免費住宿的旅館 但它已經不是旅館了 對,那現在怎麼辦? 就 回家 OK,回家吧 回到溫暖的家了 回到溫暖的家了 然後我... 回到溫暖的家了 沒有尿味的家 然後我一路上回來 我就在想 其實今天碰到那群人想的話 有個疑點 他們首先是先說 喔這邊它 如果早一點去的話 白天還會,前台會有人 後來又說喔這邊沒有在 做一天兩天的住宿 都是那種長期的每個月 月租的 但是如果是月租的話 會每一天樓下都有管理員嗎? 連我家都沒有欸 我也不是說我家好像多高級 連我都沒有管理員 而是那樣子的區域 你也看到周遭環境什麼的 有一個每天在樓下的管理員 配上他們的房租一定也不貴 就很不合理啊 就基於前台每天都會有人在這件事情 我其實真的非常非常深的在懷疑說 他那裡其實是可以做一天晚上的住宿的 然後他們可能是想要讓我跟我哥打消 住在那邊的念頭 所以才說那裡是月租 但真相如何呢 就必須得為了驗證白天再去一趟才知道了 哥 嗯 阿你還要白天再陪我去一次嗎? 好喔 其實我現在的心情是有一種已經經歷了很長的旅行 然後又回家的心情欸 我也是 好啊